人类真的登上过月球吗 很多阴谋论者始终怀疑美国在这件事情上 杀了一个弥天大谎 并搬出了很多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至于人类究竟有没有真正登上过月球呢 视频的结尾会有答案 但有一个可能让很多人好奇的问题是 既然当年的阿波罗11、12、14、15、16、17 都已经成功登陆了月球 并在月球上留下了各自的着陆器 为什么我们却从来没有在望远镜当中 看到过这些家伙呢 或者换个问题啊 要用什么样的望远镜才能够看到这些着陆器呢 想想也是啊 月球离我们那么近 现代望远镜又那么厉害 没有理由看不到它呀 除非真的有什么阴谋 好吧 这反映出我们的常识 有的时候真的是错得离谱啊 首先月球离我们可一点都不近啊 它跟我们之间的距离足足有38万多公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意味着在地球和月球之间 可以依次的排开太阳系内的其余其大行星 要是真的样的话 我们的天空应该非常的有趣哦 其实阿波罗着陆器大概也就是4米多块 把它放在你眼前看呢 当然遮天避日 但至于在38万公里以外看嘛 你就想象一下需要用什么样的望远镜 才能够从南京看到一枚掉落在成都地面上的一元硬币呢 话说回来即使你看到了 也不太可能来得及去捡起来啊 哎 天上的一台哈勃不是很厉害吗 数百万光电源的星系都清晰可变 眼皮下的月亮不应该更是先毫必现吗 用它来拍着陆器肯定没问题了吧 哈勃表示你肯定你来啊 说到这儿我要提一个你应该很熟悉的东西 分辨率 分辨率越高画面越清晰 哈勃的确能够看到极端遥远的深空中发出的暗淡光芒 但你要知道那些遥远光芒背后的星系有多么的巨大 举一个例子啊 两百万光年外的仙女座星系在哈勃的眼里拥有惊人的细节 但你知道它有多宽吗 22万光年 这前后一笔啊 其实在天文尺度上就显得一点也不远了 所以哈勃才能用它直径2.4米的反光镜 为它拍出高分辨率的画面 那如果把哈勃的镜头转过来对准月球呢 能拍出怎样的分辨率 在紫外线波段 月球表面的一个像素宽度大约是43米 而到了波长更长的可见光波段呢 一个像素的宽度则增加到了大约90米 是的 随着光线的波长越长呢 分辨率就会越低 还记得阿波罗着陆器的尺寸吗 4米左右 所以它完完全全的隐藏在了一个像素里面 无法分辨 物理规则告诉我们 想要提高分辨率的话 要么缩短距离 要么提高望远镜的口径 目前地球上口径最大的光学望远镜 是位于大西洋 纳帕尔马岛上的加纳利大型望远镜 它拥有直径10.4米的反光镜 这样一来的话 就可以把月球上一个像素点的最小尺寸 减小到20米左右 而且还只是波长更端的不可见光哦 实际上仅仅是想模模糊糊的在地面上看到 阿波罗着陆器的几个像素点的话 也至少需要口径达到100米以上的光学望远镜 这可不是什么你能够在淘宝上买的东西 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唯有减小距离了 2009年月球勘测轨道器发射升空 它运行在距离月球表面50公里的轨道上 用于拍摄而勘测月球 为人类重返月球提前做好准备 尽管它所携带的镜头要小得多 但仰来于距离优势依然可以拍摄出 分辨率高达0.5米的照片 因此当年所有的阿波罗着陆器这下子都清晰可变了 不仅是着陆器本身 当年宇航员在着陆器附近留下的那些活动痕迹 都一一呈现了出来 比如月球车撵出来的交错的车则 依旧待在原地的一些科学仪器 甚至是插在月面的旗帜的阴影 所以那些依然怀疑人类根本没有登上过月球的人 大概也同样认为地球还是平的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